大井花的分辨防絲類 就不一定是以腮紅為主了 大部分也是看嘴 母鳥的嘴有比較淺一點 公鳥也比較紅一點 大部分就是這樣 大部分的 那種井花雀牠的母鳥就是這樣 像小丑一樣亮亮 比較沒有腮紅 公鳥就是可能會有一點腮紅 或是完全沒有腮紅也不一定 牠就是 比較不明確也是 大部分是看嘴 如果有這個印記的話 母鳥就是比較確定 沒有腮紅的話 大概就是小時候就可以確定 公鳥的話就是就要等 等到牠嘴巴變顏色或是腮紅 有跑出來或是唱歌的話 大井花 就是 公鳥它這邊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蚊 胸腹部這邊會比較明顯一點 母鳥沒有 不是沒有啦 母鳥比較不明顯 這隻是沒有 有的 白色的會比較不明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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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